因為我們家其實蠻傳統的 所以我們家常常的常備菜就是我們 我媽都會滷很大鍋的肉燥 分裝在冷凍庫 不管是你要做炒米粉啊 或者是解凍之後你可以做肉燥麵啊 肉燥飯啊等等之類的 然後小時候真的會覺得好煩喔 媽今天吃什麼 肉燥飯好不好 蛤不要 那肉燥麵 蛤 就是好像什麼都離不開肉燥 可是等到自己真的離開家了到台北之後 我反而第一次跟媽媽學說 欸媽你可以叫我煮一道菜嗎 然後我居然是跟她說媽我想學做肉燥 每次回到家吃媽媽的菜的時候 你就會不自覺的想要這樣看看她為你做菜的背影 因為尤其是你一個人在異地生活 你反而真的才會知道說其實家對你來說是無可取代的 我覺得比較傳統的家庭 可能以前就會很習慣啊 不把愛啊 不把喜歡啊 不把想念 掛在嘴上 然後但是會偷偷地在心裡有感受 家對你來說是有一種無可取代的 不管你到這世界各地的哪一個角落 其實那是一種歸屬感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